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打架的时候都是投铁就像你说的投铁就是没有我经常给我们的队员举个例子就是你的这场比赛就有点像是小学的时候踢足球小学的时候踢足球就感觉是没有前锋后卫的那种感觉就毫无章法对大家就是看到这个地方有球有团战我们就一起上就冲小龙那波团战不管打不打得过或者我们打赢了能够干什么大家都会去抢所以我觉得威放现在今天他们的比赛要想赢更好的节奏就是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推塔节奏 没错 哇 不用说第二局的第一局就先扳掉了东皇太一 我觉得很难 而且EDGM放在首半位 我觉得很难就放出来这个英雄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威放这边还是针对EDGM这边打野 其实两手全是针对打野 而EDGM一手边路一手尾打野 其实都是在刻意地去削减他们在线上的一个强势能力 威放果然是扳掉了出城的这首露娜 是 还扳掉了那个露露和李元芳 看到出城的这个露娜的胜率是71% 确实是非常让人忌惮的一个数字 是 所以还是先扳一手为敬 看到EDGM这里二手扳掉了达摩 其实达摩这个版本其实可以适配到很多英雄来抓人的 比如说鬼独子 我们去看一下白里玄的第三班的威放 其实放出来的英雄很多 首抢的话 花木兰包括像一些强势的编位老夫子全在外面 但是他们决定先保辅助 是 想要拿射手 但是我觉得威放他们没有必要先去抢个辅助 我也觉得 因为他们有很多强势的英雄可以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这个版本 其实我个人觉得强势先选一个他们比较稳当的一些 保射手或者是保他们的法师 是 然后辅助这种 他可以counterpeak呀 没错 对吧 我可以看到你的整体的阵容体系 我再来补 我们来看EDGM果然是 刚刚那两手既然你都不要 我全部拿下 但是也没有给自己补到一手中单位的诸葛亮 双边路先抢了 你的双边路就会特别难受了 没错 看到威放这里首选张飞 其实塔兔这里东皇太一 虽然是6场6剩100%的胜利 但是张飞也拿过7场 是他在辅助里面拿的最多的英雄 我觉得他这里首选张飞 有可能是照顾一下塔兔可能这一场的整体阵容 是 我觉得他们就看到张飞 我就想到他们应该是要拿孙上将就拿射手 是 张飞这个保人能力太强 你先刚犹豫一下 百里首约又换成了老夫子 还是打双边 首约在二手拿上场了 朱古亮不考虑拿 不过他们也可以是这个 就是因为现在像排位的BP选择的话 大多数也就逃不过三种 要么就是我先把自己强势的抢了 要么我就把版本强势的抢了 要么我们就拿一个不暴露自己的战容体系 然后等你先选 我抢一个英雄 然后把那个常规的英雄先拿了 然后把难题甩给你 没错 就是把自己先让自己安逸了 然后让你去难受 是李威芳先选了一首诸葛亮之后 EDGM也是选了一首不知火舞嘛 中单基本上也是一哥一姐的一个位置了 但是看到两边这个浪浪和天明啊 他们的诸葛亮其实胜率都是非常高的 诸葛亮浪浪的胜率是9场6胜 天明的诸葛亮是8场6胜 其实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A超会是拿了一首不知火舞 克制队面的重量 是 但是这局 EDGM他们双战式边线 他们在线上支援 或者野区团战支援的一个速度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 但这局他们在打野这个核心的点上面 打野应该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杀手锏 但我觉得像VFUN的话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可以拿一些 只要能够野区不崩 或者说崩了也不怕的那种打野英雄 他们就只用打线上 那不知火舞是很难针对到诸葛亮的 因为像不知火舞 还有对面的这种鬼谷子这种套路体系 一般是野区作战 在狭窄的地方 是更容易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没错 如果我是在正大光明的正道上 兵线上跟你打运营 打推线 那你是没有办法正面跟我开开 你也很难开 只有依靠老夫子的闪现大招 是 一体剑最后楼补出李白 没错 看到今天VFUN是在四楼选出了曹操这个位置 你这个版本的上单 其实花木兰和老夫子优先机会更高一些 曹操杨简反倒上场率变低了 在昨天比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Night四眼也是虚拥的 是 他选手曹操 但是击杀数并不高 这里可以说一下 Night其实他现在还没有到500伤 还差10个 我记得是 我就不用着急 其实作为选手 林陆你以前作为选手的时候 或者是你作为领队队长的时候 有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这些东西 有 说实话真的有 就像这个东西相当于人生的里程碑和成就 你解锁一个多一个 对不对 而且像阵容的选择上面 昨天Night那个比赛我也真的有看 他的那几把曹操 是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编路战士曹操来打的 他把自己当成是个刺客 这个版本曹操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伤害 削弱了自己的位移距离 所以当时正好就是他拿个曹操 对面只要C位一出来 直接进去就是干他 开个大招 然后就黏着你干 没错 这也是曹操目前和杨姐很像的地方 对 伤害特别爆炸 属性都很像 同样老夫子也是同样在场上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原因 他可以做一个先手闪现开团的一个作用 双方这种也是选择完毕 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威放还是要想把Ever Door一个核心百里守约 来做一个远程的一个破个伤害 没错 同样看到ETGM这里是继续由阿楚拿到老夫子 他的老夫子刚才也上到了一个这个数据 他的老夫子七场六胜 其实他是高于这个联盟平均老夫子的一个胜率的 是 也就是他代线和团战的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而且他始终会出现在自己该出现的一个地方 他老夫子的时机会掌握得非常不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像现在的这种比赛的话 学会用司机分推 而且能够灵活运用司机分推的队伍 能够非常容易地取得胜利 所以他们在选人英雄的时候 都会优先选择一些线霸类型的英雄 像老夫子的话 他就是我在线上 你谁来我都不怕 没错 我要么做肉装 我就直接賴线 我就直接当一个肉盾 我给你开个线的时候 一个大招捆住你 然后捆绑不裂 我们就开团了 要不然我就直接就是输出装 你来谁我就敲死你 是 你谁拿我都没办法 然后一个线霸 一个线带出去了 你到底管他还是不管他 你管他 你一个人打不过他 这个才是最痛苦的 而且他的一个攻速 在中后级起来 就如果再带一点点小吸血 那其实真的就是个无敌 不用回家的人 对 真的捶你 就是顶着你捶 而像一碗豆 对吧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 威放以前也特别熟 伊威斗尔 然后还有那个 Shadow嘛 两个豆 然后当时伊威斗尔 我们跟他打比赛的时候 他就特别擅长用那个 马可波罗和孙热香 这两个英雄 而且确实真的很难 针对这个人 这个人他的找输出能力 还有他的找机会能力 真的是强 所以我特别 其实看到他选白礼守约 我倒是觉得 有点 有点 失望 我希望他能够拿出一些 孙热香或者马可波罗 这样的英雄 让我再眼前一亮 其实看到伊威斗尔的英雄 这个赛阶尔拿出最多的英雄 其实是鱼姬 对 鱼姬 他鱼姬胜率很高 对 鱼姬其实很适合这个版本 因为他比较偏前期 打架比较准 白礼守约 现在这样一个始练点 做一个远程Poke 就是用二技能主要输出 虽然现在也开始流行 出一点不定的民族 出到末世 来近战近距离去打枪 但是由于这英雄的一个特性 他不法暴击 所以他在瞬间的一个 持续作战能力 其实没有他的技能伤害要高 但是咱们也得要纠制一下 就像比如说 白礼守约这个英雄 他这英雄虽然说他没有暴击 但是他的每一次普攻 都是180%的额外伤害 其实等同于枪枪暴击 只不过暴击伤害没有那么高而已 但是所以说现在 为什么那么多白礼守约 他都要去做一个攻速短 他就希望自己 我点的速度能够更快 附加的能力穿梭也做得多 差点也会更快 是的 好的 进入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蓝色方威放 红色方EDGEM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 知你 我是狂人 我是林录 我现在都在为他们战队疯狂打扣 也是非常热情的现场的粉丝 超激情 我来的时候才2点钟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 粉丝已经提前到了2个小时了 在底下排队 这热情是抵挡不住 那也希望在我们现场小伙伴 能宣泄自己的热情 哇 天明很瘦一个人 对着PJJ PJJ现在血量很残 这个伤害闪现交出来 哎呦 二级诸葛亮是非常强势的 是 UDJM这边整体的一个耶夫联动 哎 我们来注意一下李白 这身上是有蓝buff吗 李白身上没有蓝buff 没有反到 嗯 看一下守约是选择打一下自己家的 守约反掉了 对 被摆地守约直接一个二技能 应该是狙掉了吧 是 我在想因为李白现在这样一个等级 他应该是不对的 他就算只打掉 他自己家的一个蓝buff 也不可能是刚 应该已经三级的一个经济 这个 这样的一个经验等级的李白 还是有点发育畸形的 我现在特别期待 EDGM在小龙那波团战的时候 他们会做何选择 因为像以前我们打比赛的时候 都是30秒的时候 小龙还有30秒时间刷新的话 大家就要互相沟通一下 报告状态 这个小龙我们到底怎么处理 是 那现在李白如果要到四 要中路迅速轻波兵线 会让 拖马斯大回旋 对 哎呦 这里威放的话 守约已经把视野做在了小龙边上 而这里也是有三个人在看守 EDG在等 李白到四 下路想强打 赵云先接了个大招 不过没办法要被吸回去一个 这个张飞有点危险 没到四没有大招 天明赶光来支援也没到四 下路塔都要点掉了 威放这波就特别的聪明 我把你的这波塔 直接给你尝试打一波 如果能够拆我就拆掉 如果拆不掉的话 我再回头开小龙 没错 老夫子血量非常残 应该是被守约拘到了 对 拘到之后差一点 被诸葛亮一个大招拘死 还好自由自己的队伍 我现在这波 看看要不要考虑开暴君 如果老夫子从家里赶过来的话 还应该会开的 是的 因为他毕竟是有视野上的优势 这个是买一送一 无爱的奖励 诶 成功的推掉了下路一塔 以及拿到了第一条暴君 现在威放的状态非常不错 这招我经常说的就是像打比赛的话 你要保证一个良好的角色 尤其是要推卡 没错 他们在拿到下路优势之后 直接转到中路 我来压你一波中 这波哪怕我推不掉 我也可以把你压回去 是 我刚刚这个张飞开大 我就开的稍微有点着急了 对 正好花我们来那个大招 中间形态已经切出来了 等于是浪费了一个小大 不过这波耗血倒是也是进行了一些消耗 对于张飞来讲这种前期的团战 一般处于在一个发育状态 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轻易的打起来 不过这波大招我也觉得 不交比交了要更好 对 中路一滴jam想要 也是想要搞破事情 下路老夫子已经没有边线了 所以比较活跃 开始离开下路单线 到中路来寻找一些机会 其实我觉得咱们看一下小地图 现在的整体的威放的节奏 如果我是威放的指挥 我一定会让曹操你下来带线 然后白礼守约再加张飞 然后再加诸葛亮 我们几个围绕着上路来打 是 因为对于白礼守约来讲 前期我每一次普攻的180%的额外伤害 而且还带物理护甲穿透 所以拆塔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我完完全全可以让白礼守约 去把你的上路边线再给你拆掉 曹操下路把拼线吹到二塔面前 没错 这是个换线 这个换线其实需要一些 这样一个效果 就前面我们一直在里面 拆塔很关键 双方一波耗雪 几池这边雪亮有点残 这个赵云应该还是有大的 张飞给个跳顿 但这波进场配合李白伤害直接爆炸 没错 直接巨蟹往前追 天明雪亮再被闪现拉回去 一个普攻带走 这波有点难打 结果EDG这样雪转了 先拿到三个人头 你们觉得这波的工程是谁 我觉得这波EDG的工程 就是他们的不知火物 一进场 控住 爆发 而且再加上最后一个被动 连续三下都是把三个人 全部控得死死的 而且伤害打得非常爆炸 没错 我觉得还要加一点 花木兰 花木兰前期把 花木兰刚切中间是切了好几个 对 威放把这个阵 他是一个 花木兰把阵型全部打乱 然后才给他拉了 不是后进场的机会 这个就是团战之间技能的衔接 像很多那些俱乐部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 也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玩家们看起来比较粗道的 开个人机 五个人 我们就对着一个电脑 或者对着一个野怪 我们五个人轮流放技能 看一下能否把这个野怪 完全控到死 无缝连接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线上大家打排位 或者打比赛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重叠控制的一个情况 对 就比如你交个空 我又交一个空 其实两个空就废掉了一个 对 浪费了 现在目前威放想要把 换到中线 祝国梁去上线 走个中路百里守约 推上张飞 来做个阵地战 其实我觉得威放现在 如果要聪明一点的话 他们可以选择 用兵线牵制的方式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 咱们要推塔 推塔那怎么推 才能是更好的 大乱斗打赢团战推塔 这是一种 经济和实力碾压之后 才做的事情 是 如果双方都比较军事 或者你在职业赛场上面 你没有绝对的把握 你能够就是团战打赢对面 那干脆不要冒这东西 咱们把上路的兵线 换百里守约上去带 下路就让曹操去推线 推到别人二塔面前 那他是处理兵线呢 还是过来给你打团呢 是 他必须要分一个人去倾线 所以正面只剩四个人 这就是传入这种四亿分推 对 唯威救赵 对 现在EDGEM就打得很聪明 刚刚营波团战之后 下路先把外塔给拔掉 对 拔掉之后 接下来我把下路的线给你一推 然后我在中路分一波 然后我该带线的人继续去带 这波诸葛亮在疯狂地拖发育 上路兵线刚曹操机会上没碰 全是给到诸葛亮 诸葛亮再收下路两波线 诶 看到这个也是被初晨反掉了 今天也是初晨李白的秋季赛首秀 是 因为他之前用的是百里玄奏 那我率比较多 但是今天都是被针对了嘛 还有自己扳掉了玄奏 没错 不过初晨的ID是真的 独雷冠啊 之前听他露娜太秀太秀 是 哎呦 李白这个大招 刷了两名英雄半血 围方状态其实不算特别好 如果再吃李白个大招 他们这波团不能开 这波中路是不能直接强行打的 所以在中路消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诶 现在正好趁那个老父子装备没有成型 就让曹操这种 现在正好加强了嘛 爆发又高 直接在下路带 如果老父子过来跟曹操打 那曹操就开大招给你砍呗 白里守约如果在下路 现在一直在这发育的话 其实可以换位想一下 如果他一直在下路发育 那曹操是上路推不掉那个防御他的 对 EDG的节奏就一直会捏在自己的手里 不会给你放松的机会 没错 其实他们现在最好做的就是要换线 对 把守约换到上路去 去威胁对方的上路外塔 对 做一些调度 那EDGM肯定会露出破绽 你看像现在威放和EDG又在对面 蓝buff也去打起架来了 打起架来了 打起架来这波团 如果打赢了 他们也推不了塔 所以这种团战 其实在我的评估里面 我觉得没有必要打 是 你去打万一像刚才那样 你又被打输了呢 万一你的团战呢 一些连接的技能 技能衔接不太好 不太好 或者说没有对面好 那你就是没有 哪怕就是运气不好 你打不过 这波团输了 你都会被别人反超 没错 中路是带了一波兵线 进对面的外塔 但是有这个 对面李白在刷也非常快 现在威放准备强拆上路 能拆掉 阵性感到非常的好 因为花木兰下路露点了 是 这样 对EDGM来说 现在上路下路 两座外塔全破 视野两边暴露 但是在节奏上面 我觉得两边经济差是差不多的 完全拉不开 嗯 其实威放前期 是有开局的节奏优势的 是 他们就是因为刚才 蓝buff的那波团战 再加上他们 可能是在运营上面的理念 没有直接围绕着 拆塔这个理念去做 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的打开结果 其实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稳住自己强的节奏 以外做兵线的运营 让EDGM出现调柱上的一些漏洞 对 抓到一到两人落单会最好 对 威放应该是在拿到一点点优势 像现在他们又是回到了 一点点的进步小优势 那你可以在这种时候 加快你的进步 是 是 上下两个兵线一推 然后直接中路集合 哇 几持这个撞墙 差点 差点被鬼骨子抓到了 还好一个大招逃生 10秒的一个大招CD 但是要回家 这就丢了一些节奏 场面上看起来好像 威放现在有点领先 但实际上 节奏都始终在EDGM的身上 你可以看到整个河道的视野 是EDG赶进你们家的也去赶进你们家的河道 但是威放是不敢轻易的乱走的 是的 是威放虽然做了视野 但是始终属于一个监控的状态 对 反倒是EDG常常来反 EDG的那种站位和压迫感不一样 我们来注意一下 老夫子的位置和诸葛良很近 直接大招闪现 框到天明 怎么办 后处输出不够 李白侧翼输出 鬼骨子进场张飞一锅 狗开天明活了下来 再一个大招鞠 被花木兰切死在塔内 后排的EVD 和继续输出 而正面战场 三打三的一波 四打三 七对这波闪现交出来 赵云 姗姗来迟 不行啊 这波几时能不能收掉 塔兔的血量太残了 那被这个不之后一扇子收掉 天明走位太风骚 他的这个走位 完全暴露在对方老夫子之下 他们开团就是吃亏的 嗯 所以这波团战微放 中路首约点外塔 这波很聪明 微放虽然团战输了 但是他们抓住这波兵线的进攻 时间强行的推了两座塔之后 很赚 中路两座塔被推掉 李白再刷一个大招的EVD 身上但是也成功生退了 如果要问我这波团战 到底谁是赢家 我觉得会是微放 没错 团战虽然输了 但是我就拿了三个人头 换了你中路一塔再加二塔 是 那多赚啊 中路大家都知道是最难拔的两个门牙 这两个门牙轻松给你拔掉之后 我上下两路兵线可以很好的牵制你 对 中路其实是个枢纽 最多也是给中单的一个英雄获得 他们中路要团战的一个保护伞 敌方一旦不干轻易月塔 但是微放现在是可以把这样一个兵线 也依靠张飞这个辅助 站塔甚至站到二塔的一个附近都是OK 就看他们要怎么去做双边路的一个处理 其实你的门牙塔一掉的话 就等于你的野区基本失守了 像现在我觉得 对于微放来讲 我觉得如果我是他们 我一定会让百里守约在家 那个韩信 不 赵云 对吧 我们现在下路中下路围绕着中下路一直推线 太阳暴君打掉同时 EDGM也开了主宰半血 打他满快齐队直接开他进场 三段伤害有点不动 还是李白拿到齐队 绝了呀这一下 能不能换掉一个 换掉老不死没死 对好生了 哎呦我这口主宰几只再往前一个大招 李白回来被抖到李白 哎呦 不过还好是主宰拿下 连死两人 但是这个主宰没有办法帮助EDGM打开节奏 因为这个主宰 他们现在很难去依靠主宰去做一个推进 没错但上路这样一个天明的位置 应该是交道只能加闪现 还没是没躲开啊 中路压到高地之下 三人暴团有花儿门 中介形态之下强切 强点有点难啊 而且还有主宰先锋 EDGM还是捆 他们经常会做这种情况 比如拿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远古先锋 对或者说他们打赢了这波关键的团战 但往往导致最后的一个结果 但是节奏啊 塔亮上啊 反倒是 对 在视野上暴团在微放 刚才EDGM他们也其实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的分线是着重于他们的上路 对应该是他们的下路我们的上路 我们现在视角上的上路 然后对于微放来讲 刚才他们的中心点是他们的中下路嘛 所以在微放选择开了暴军之后 那EDGM就只能选择被迫选择应对嘛 我只能去开个主宰 但是EDGM也是有所见数了 一炮一波主宰进风 推掉了对面进入的外塔 可以说是在这个塔亮上有所精进了 因为之前这个塔数 始终是掌握在微放的手里 不过也没办法 他们一个双战式边路 刺客是个 就打以为是个李白 李白就做一个先手开团 还是很被动的一个局面 他需要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形或者时机 刷一波大招打一波消耗 然后再配合队友进场 而那种时机 所以我一直在说 李白啊露娜这种英雄 露娜太偏刷 李白太偏机遇性 所以他们的容错率不算特别高 嗯对 因为像不知火舞呀 再加老夫子啊 再加李白啊这种 其实他都是需要很多那种东西 能够帮他触发 是 小强打 来注意一下张飞吼 先起吼出来 正面战场阿厨 雪亮反大之后要自己走 李白刷了个大招 普通朋友先则强切天明 一个二技能 左开浪漫的位置有点尴尬 被三个人围包 李白先死 正面战场 赵云 对象华姆兰 哎呦 一姐姐这波很聪明 中路先清线 知道这波团战自己已经出了一个 比较劣势的情况 是 刚才华姆兰其实切到了不少人 但是对面实在是太肉了 一个张飞 一个曹操 对 他们这个其实不太适用于 我一定要上去强行留你开团 对 我们刚才是追着在河道打别人的 是 追着在河道打的话 像不知火舞 你要追着打 张飞一口仙气给你一喷 你不知火舞的脸招打断了 没错 一套八方打不出来 也就我们正面来了 PJJ聚两人之后 老夫子先框 但是巴黎守约直接点掉了方姆兰 正面再往前一居 高地没了 前面我们一直在说 李白就继续打架就很难受 冰线进水晶了 冰线进水晶 李白应该可以轻掉 还想死去 巴黎守约在右边 不断捏打 恭喜威放 成功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推塔的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是